黎諾伊、吳葉昆等人 這日出席流行經典50年錄影 最近中小學生有宣布延期復課 黎諾伊多了很多時間陪兒子小春雞 又多了小春雞的時間 陪兒子的時間 又多了跟馬郭明一起的時間 我多了很多 因為我現在行山 一起行山 打算動一下 那跟馬明行山的時候 然後又有沒有順便問一下他跟施詠妹的感情 真的要問一下他 你跟他行山行動都不好聽 行山不會說這些東西 兩個男生 行山多數是說別的女生 好笑 誰啊 我不說一些上一年紀的女生 我們說一些年輕一點 施詠你都是屬於上一年紀 你不要扮年輕 我們打架都叫做食業草一代 我們說一些年輕一點 所以我們沒有說施詠 馬明和施詠嗎 你知不知道我問你 對 我先問馬明 我很少問他這些東西 至於吳葉坤就趁著這個假期 進修了日文 都是去繼續進修日文 因為考試都成績發放了 考到二級 還差一級 希望考完這一級 就叫做多一個技能去旁生 可以跟Jarvis 或者跟其他日本大人去拍攝 最好 是否方便你去認識女生 學日文 當然這個是其中之一 但當地的語言溝通是很多 大家無論是合作或認識朋友 溝通上會快樂很多 上個月終於出了新歌 但新東家就一直都未有公佈 其實拍劇之餘 將會公佈這個新公司 因為本身都想早一點 但因為疫情的關係 很多大型的活動都取消了 未有一個很合適的機會 去告訴大家 正式做記者會之類的東西 所以希望儘快可以有一個 讓大家知道這個消息